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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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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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żna 把íchLaugh 别动 别动 别杀我 要杀你的人马上就到了 我们是来救你 你们是警察 别废话 快点跟我们走 我不走 我不走 废空了 你们要带我走 我就把林朝城的威风机 是 是我的我捅出去 要是不跟我们走的话 马上就得死 林朝城的人就在楼下 好 快走 走 小天 我能找到派档了 各位车队 明白 给我追 小队 你们往这边走 我怕阿贵拖拖着呢 好 好 你们小心 上 站住 站住 所有人注意 黄了他被人接走 我马上追过去 你们赶过来支援 赶过来支援 小田 你去开车 赵队一个人合一线 收到 收到 老辉 我跟着龙他们到了海港 这里地形复杂 抓紧时间分头查找 我母随时会暴露羊血的身份 请不吝点赞 收到 咱们三个分头行动 一旦发现罗某 紧急汇报 是 谢虎 这什么情况 诚哥 去老头付销见你 黄爷 死到临头了见我干嘛 想让我亲手杀了你 你 你能饶我一命 我就告诉你一件事情 那我得看你这件事 值不值你这条命去 我知道你们身边 谁是卧底 看我们这行的 谁身边没几个卧底 用你告诉我们 谢虎 慢点 慢点 我知道这卧底是谁 你一定猜不到 那你告诉我 我们之间谁是卧底 那你先 你先留我一条活路 你要骗我呢 我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好 我答应你 告诉我吧 谁是卧底 那我怎么才能相信你 我现在不想听 谢虎 杀了他 慢点 我我信 我信 我信 快告诉我 别逼得我没耐心 你 整个附近有警察 伤识 你去哪? 你去哪? 赵队 七号 赵队同意设备在我们面反应 我检测到有电子脉冲屏蔽启动 赵队同意照顾他们 快 赵监管 我们认识吗 我认识你很久了 看样子 你们逼我很久了 那你一定知道谁是我底了 大人 那你说说 谁是我底啊 看看能不能给我个惊喜 你也自在不要多久 你也不过就是个小根本 要抓你 随时的事 瞧不起我 我就让你那人看看 你到时候死的有多归状 他有你这样的儿子 简直就是老马的耻辱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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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是我的战友 身前正直 勇敢 可偏偏有你这样的儿子 他在九泉之下 也不会安息的 别说 别说 真可怜 你神贼作父 六亲夫人 满腔仇恨都不知从何而来 我就是个可怜虫 你笑什么 我笑你的不知 我笑你的腰侠 开枪 开枪 赵队 赵队 收到请回答 收到请回答 这是不是神经辉 你想干什么 叫他过来救你 别做梦 不按我说的跟你就在死 你不会出卖我了 我对不起 亲爱的你 这个不是我想看 这个人很好 可是这几年没见 你家伸手还是这么好 我知道不都是跟你学的吗 面对我自己 这几年没见 你笑好了 你真打算受养他 嗯 你可不能感情用事啊 你现在还没结婚 你独自带着一个孩子 恐怕不方便吧 不肯回头 我考虑清楚了 没关系的 总是相信有个坚持的理由 如果警察快来了 撤 还是不知所措 只跟我感觉迟走 天空海过充满多少真相 怎么我看到叹息 忽远忽近听到谁在说 你还记得在国际那间学过的事吗 我抵着头 国际在上 警察的一言一行 绝不得用心一般 看着点 你不动 看不透 国际在上 警察的一言一行 绝不念无心刺动牌 现法再上 警察的一死一念 绝不触犯国家反对 人民在上 天空海过充满多少真相 老十二级 你是一名人民解采 一切新的意义 是为了人民安全 而不是私人的人 赵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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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就会随时面对这些牺牲 人 人 在上 警察的一生一世 赵队 绝不辜负人民期望 他是一名警察 警察就会随时面对这些牺牲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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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ôn 突 人 人 人 在这场和贩毒集团周旋的斗争当中 赵队长为了保护卧底 保护自己的队友 不惜要拿自己的生命做代价 杨雪在现场眼睁睁的看着赵队倒下去 但是他不能做任何的事情 内心是痛苦万分 虽然杨雪的身份这个秘密被保住了 但是不论是陈杰辉小组还是杨雪 他们都真正的意识到了禁毒战争的残酷 内心更为迫切的想要打击犯罪 为了正义 为了那些为此付出鲜血甚至生命的人 作为这场斗争的核心人物 赵队的受伤 无疑给陈杰辉小组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打谢 而潜伏在林超成集团的另外一名卧底 只有赵队长知道 单线联系 那么这也很有可能让这个卧底的工作 也陷入危险当中 另外一边 黄老大临死之前说 他说他知道卧底是谁 当然林超成肯定要查出来 到底是谁出卖了他 所以杨雪接下来的工作 面临着更加严峻的考验 大夫 怎么样 病人的中枢神经系统有严重的损患 可能造成全身的瘫痪 请你们做好思想准备 大夫 睡吧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终于闻到你了 你认识强势这个人 他就是害死我弟弟的人 那天在宠物店门口的枪接案 是你安排的 不错 我就是为了告诉他 我来到这里 就是他的萌萌 程总 这个人是神父鬼魔 夫妻 他已经盯上我们了 我们慢慢和他玩 干什么去 小天 干什么去 我又上了林草城 这个混蛋 替我做冒仇 其实大家心里都跟你一样 都憋着一锅火 你知不知道 小天 干什么去 你说干什么去 赵队之前就是我的老连长 这瞅我那不报吗 现在赵队不在 我是队长 往前放下 我不管 我就要抓林昭成 好 我不拦你 可你抓了林昭成 拿什么治他做 还要什么证据 赵队就躺在那儿了 小天 你是警察 不是杀手 那那些犯罪分子 你就可以在外边杀人 是不是 我的好 去吧 带着人民发给你的枪 和人民给你的权利 杀人去吧 小天你给我记住 从你出了这个门 你就再也不是警察 因为你和林昭成一样 杀人犯 小天 你冷静一下吧 接下来的任务 更简绝 我们还有很多 重要的事 你干 这次事件 给警队带来非常大压力 局里支持 让我们继续担任 侦察工作 侦察 就知道侦察 非要死更多人是谁 我只说一遍 从现在开始 你们要获取 林昭成的犯罪记录 压制林昭成的势力 如果获取时间和地点 立即锁定目标 小天 明白了吗 我 我 大声点 明白了 辰哥 下面的电路让我告诉你 现在的存货不够慢了 然后咱下约什么时候出 我 坏了 我们还有一些事没处理完 等处理完了 会有皮胸 吃 诚哥 你叫我 好 上次有批货从水路过来 库房里应该还有一些 你叫兄弟们 把他们分到各个场子 然后把钱收上来 供我们进货 是 对了 暂时别让杨雪参与此事 诚哥 你怀疑杨雪 谁都值得怀疑 你没事吧 杨雪 怎么了 赵队 是为了救我们俩在桌上 什么 赵队为了 掩护我的身份 林超生威胁赵队离你出现 赵队说 他死都不会出败自己的队友 这是他最后一句话 当时你也在现场 好 而且就在我面前 小雪 你也别太暖瘦了 我相信 赵队一定会好起来的 我想去看看他 不行 这样太危险了 你现在有更重要的任务完成 现在 是抓住林朝成的关键 那你告诉我下一步计划是什么 你要尽快找到林朝成的犯罪证据 摸清林朝成 下面场子所有的地点 还有每个人的名单 我会想办法尽快拿给你的 还有 林朝成虽然安排你到钢口工作 但是不证明他不怀疑你 所以 你一个人一定要小心 知道了吗 我知道了 你也一样 林朝成对你恨之入骨 他肯定会采取报复性的行动 我没事 你放心吧 你放心吧 七号 嗯 赵队的笔记本 可见了吗 还没有 不知道这里面 到底是什么秘密的笔记 加密的方式非常复杂 赵队神志清庆的可能 美乎其美 这个笔记本 只有你能接开 哪怕给点提示也好 你们来了 赵队怎么样 还是老样子 不过这两天手指倒是有点知觉 一直在敲打着什么 赵队是不是想告诉他们什么 我试着笔登过几次 既不是什么莫尔斯代码 也不是什么暗号 赵队这样有几天了 有好几天了 那些花都谁送的 不知道 都是物流匿名送过来的 不过 花上面有些卡片 我看了一下没什么差别 应该是花店的编码吧 我看一看 我知道了 这些卡片就是密码 赵队用的是军方的加密电码 怪不得我们看不懂 加密电码 对 赵队以前是特种军出身 这种东西对他来说太平衡了 可关键是 这个卡片是写的 会不会是杨雪 他也是军人啊 行啊 查一下 看看什么意思 好 双哥 一哥 交代你的事办妥了吗 我们已经没货可卖 这么快 钱收上来了 都已经存进账户了 或者事我再想办法 好 对了 今晚陪我去接个人 好的 酒 赵队的笔记本破解了吗 笔记本是解开了 但是里面加密的方式 我从来没见过 想破解很难哪 赵队这么谨慎 里面肯定有非常重要的东西 我相信是 喂 刚才赵队的笔记本 收到一条明明消息 苏林超成 今晚会去港口 接一个非常重要的客人 他怀疑这个人就是老婆 他会努力找出老婆的照片 请求我们给他做一个事情 好 我马上通知要求 不讨过 我想脑子 能按照 防定 拐纸 我 魔法 不讨论 你 不讨论 你 尝试 不讨论 我 不是 还有帮林超成转账的助手 怪不得 有什么发现吗 今天港口会来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林超成会亲自去迎接 你是说今天晚上林超成将要迎接的 很有可能是我们抓的大独小罗某 对 可能性非常大 我怎么没有听林超成提醒 如果真的是罗某的话 我们今天就可以收网了 那怎么确认是罗某本人呢 万一不是林超成就会知道我们的用意 就很难再见到罗某了 这就是我急着找你的原因 你今天晚上务必拖住林超成 给我们多争取一些时间 找到罗某的照片 好 记住 如果没有我的命令 不许放林超成出门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我碰巧路过 说谎 什么事都瞒不过你 因为我太了解你了 你真的了解我吗 其实 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本书 那我这本书 你读得吗 读不到最后一页 是不知道结局的 可你这本书 我甚至没有放开过 光看一眼书名 就深深被吸引了 我这本书简单易懂 看了标题就已经知道结局 你这本书通篇无字 能让人产生无限狭想 那还是本书吗 那不是本白纸吗 你有时候让人琢磨不透 有时候 有时候 又好像一眼能看到底 我其实 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 有消息吗 还没有 预计的时间快到了 怎么还没有老罗的照片 好 跟我讲 萧承 林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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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快乐 车蜡烛 林萧承 孙龙 嗯 阿輝 有人發了消息 是搜集姥姥照片的過程中 出了這小問題 得比原諒的時間推遲一些 七號 讓她 安心搜索照片 我們會想盡一些辦法 拖住林朝朝 好 你是怎麼知道我的生日的 我想知道的事情 沒什麼能瞞得了我 你 你是不是查過我的資料了 在我身邊的每一個人 我都會仔細審查他們的資料 你這樣活著不累嗎 累 對 但必須我死去的親人 我之所以能活到現在 就是因為我今生 那你要將這樣的生活 持續到什麼時候 我會接受了 我會接受了 你怎麼做到的 還有張姐呢 那你等我們發完事 馬上回的好嗎 咱們還沒切蛋糕呢 这些我忘了 新龙 你在外面先等我一下 我马上出去 好的 诚哥 诶 诚哥 诶 诚哥 你干嘛去了 我没事啊 一会去港口接人 你可别走远了 反好 接谁 诚哥没说 你说 会不会是老罗 肯定是个重要人物 否则 诚哥怎么会亲自学生街呢 那八成就是老罗 你别瞎猜的 你去准备一下 行 你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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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姐来两根饼 加弹加尝尝 干啥呢 你说打开的车你 你喊什么 你说给我下来 我怕你了 快 别碰我 你碰不碰是吧 干啥呢 警察正常 我看 林超成贩毒团伙 从事毒品交易的行为 涉嫌触犯了走私贩卖 运输制造毒品队 而他们杀害 黄老大这属于故意杀人 林超成向赵队长开枪 导致赵队长重伤 这属于故意杀人未遂 刑法232条的规定 这个罪名呢 可以判无期徒刑 或者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未遂犯要比照记遂犯 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同时他还非法持有枪械 这也违反了刑法128条的规定 违反枪支管理规定 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的 可以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 情节严重的三到七年 赵队长中枪之后是昏迷不醒 医院里收到的写着密码的贺卡 让陈杰辉意识到 这很可能是另外一位 卧底送来的信息 这名卧底显然已经知道 赵队受了重伤 正在积极地和组织取得联系 因此当陈杰辉收到赵队笔记本的重要情报之后 他非常重视 因为这条情报直接和他们的目标人物 罗志成有关 他觉得罗志成如果现身的话 他们就可以采取收网行动 尽快地结束战斗 当然他也知道 这一战成败的关键就在于 在林超成接人之前 掌握来人究竟是谁的准确情报 而这个情报啊 就在林超成的电脑里 能够接触到这台电脑的 除了林超成 就还有一个帮助他转账的妮子 那么这个妮子到底是敌是友呢 来的这个重要人物 究竟会不会是罗志成大毒枭呢 明天请您继续收看 照片收到了吗 人家想办法拖住他一会儿 你今晚愿意留下来陪我吗 照片已经确定了 现在就等着林超成出现 我们一并抓捕 要找 下手 他是谁 这位是我远到起来的贵客 阿贵 来的人不是老人 发我最新研制的一种药品送给你 我这次求你过来啊 你和我赶紧说 我这个秘密一定没有保守吧 你可以退出任务 我已经做好一切准备 这是我的事 实验室 是不是你用来制作毒品的 你怎么跟着警察 这是你要的资料 我不知道你要它干什么 我没跟长哥说 照片已经是林超成故意放在 他一定是想查出身边的委屉事实 为什么警察不是这么冷 每次都能知道我们的犯事 看普法故事 品百味人生 我是王焦磊 咱们明天见 请多明天见